大家好,今天和大家錄下集 想不到要月比时有时间 今次会谈谈盛城 在18章上次recap,18章有提及巴比良大城 今次去到第21章,最初有提及盛城新野路撒冷 第一节说到约翰看见一个新丝新死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过去了,而且可也不再有了 这里是什么呢? 圣形新野路撒冷,新天新地 讲到这个新字,学者也认同本质上的新 而不仅是时序上的新 什么是时序上的新? 就是一些旧的东西就换过新 单纯是新的东西 而不是本质上的改变 如果我们讲新旧,更加要讲本质上的新 另外海也有些研究,学者有几个看法 第一个是罪恶的来源 古代近东云险也是这样 海是代表一些邪恶罪恶的来源 另外,如果我们看启事物,可以说是迫害圣徒的列国 从创世纪开始巴别的事件 产生了列国,后来有以色列国的出现 即是神叫国出现时,列国也成为敌党神的势力 另外,海可以说是因海难而死 或者死因不明浮屍的葬身之处 继续也有提到 另外,海也跟巴比伦大城有关 就是借车华和贸易作为海上贸易 来勾引人去拜偶像你起神的地方 当然海也可以解海洋满身 所以新天新地除了有新天新地的出现 更加强调海不再有了 除了邪恶,这几方面都可以带出一正一反的信息 如果对比上上次巴比伦大城 这条新天新地更加提到本质上的新的重要性 上次提到巴比伦大城 无论是借着经济势力来勾引圣徒 或者压迫其他穷人等的地方 都是在用一个时序上的新 即是新的新的产品来更新 但是巴比伦大城就是这样 纯粹是时序上的新 但是新天新地,圣经特别强调 这是本质上的更新 时序上的新叫人不断追新的东西 叫人没有办法得到安息 我经常举这些例子 因为我自己都喜欢的 例如你喜欢拍照的人 你便换新相机 可能年龄一个product cycle 有些旗舰机可能两三年 你继续换新相机 你便换新相机 你便在追逐这些东西 可能更多像素 更多对焦点 更快速度 这些东西不是本质上的更新 纯粹是比较好 比如Apple的产品 Steve Jobs死了之后 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都是一些时序上的新 更快的CPU 更多像素 这些就是那些时序上的新 让你去追逐 最终没有人得到安息 但新鲜甘地却是本质上的更新 叫人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 第二节提到新圣城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这套圣经提到 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 很多时候 有些离地的人说 我们应该要注目在天上的价值 我们想上天 但其实不是的 圣经说是从天而降 好像耶稣主吐文也教我们 我们是远你国阌降临 和这里的图像是连接的 就是天要降下来 我们要将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药行在天上 我们不是渴望升上去天 升上新耶路撒冷都是从天而降 所以我们离地是没有一个好理由 只是代表你是有罗斯底 现代版罗斯底主义 灵育分开 尊心灵命上的事 这个世界的东西你就不理会 这个是不对的 圣经是从天而降 那种更新是从神而来到的 我们不是要升上去 不说太多了 这个辛苦装饰整齐 和巴比伦大城的装饰 刚刚好调转的 辛苦装饰整齐是如何装饰整齐的呢? 巴比伦大城的装饰是靠外在 上次讲到很多货物、产品、奢华、衣着 但是高阳婚演启示69章之前 提到圣徒的装饰、辛苦装饰整齐是什么呢? 那些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 是里面出来的 那个装饰的分别是外在包装 还是里面生命的流露呢? 这个是新耶路撒冷 忠于主还是忠于这个世界呢? 拒绝大城的诱惑和勾当 坚持行义还是要发大财去荣耀自己呢? 今时今日我们在追求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找到大家都有好处 来做一个我们所追求的事情 还是我们在讲公义和行义呢? 巴比伦叫我们发大财 但是圣徒新耶路撒冷叫我们装饰整齐 就是坚持行义是圣徒所行的义 未必有利益但是对错关键就是行义 发大财荣耀自己就是说的好处 最后圣经提到一切都要更新 最后几节读了 这里提到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神的帐幕 神的帐幕是要用福音开头的延续 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要在人间扎刑 这里就是终极版 神的帐幕要在人间 这里除了有神的帐幕 也有神的指纹 这里提到 神要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浩浩腾痛 即是说 在这些事发生之前 是有死亡 有眼泪 有悲哀 有浩浩腾痛 这些事都会发生的 我经常说的解释好 上帝先告诉我们 这个势局会很似失控 当上帝告诉你 这个世界会很似失控 代表他仍然掌权 否则不能早就告诉你 他预告将会失控 这是终极更新前的陈痛 圣经强调 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因为当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就开始不相信这些话 因为这么恐怖 很多人都说 如果上帝在那里 为什么不控制疫情 为什么不控制悲哀的事情 不出现 但原来这些事是必须要有的 一切更新也提到 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在困难里 很多人都希望 这些困难尽快过去 这些事情尽快过去 恢復以前一样 这是本质上的更新 不只是时序上的更新 以前我们觉得好的状态 未必会再次出现 如果我们看启事务 更加不会 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而换的是本质上的更新 一个更好的将来 今天我们会不会很渴望 回到以前的景况 可能5年前 10年前 20年前 30年前的香港最好 其实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相信 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我相信我们更加要向前看 我们看网上有从根本以来的更新 不是人说的新时代 那些都是骗我们 叫我们无法睹到安息 最后跟大家分享这张照片 早前不是很久之前拍的 我很多时候读启事务 都会找一些类似的照片 去和大家分享 大家觉得这张是日出还是日落 其实看启事务 也会有这个感觉 看到很多灾难到底是 末世还是新天新地的开始 这张是日出 其实你就这么看 应该不太快 但这张是日出 正如启事务 你也可以觉得是日出 也可以觉得是日落 就视乎你有没有相信 这些话是真实的 是可信的 祝福大家在艰难的时候 找到我们的焦点 知道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